第38题太原自备饮料杯装了500cc的珍珠奶茶 他想知道饮料内的珍珠占多少体积 于是他将奶茶倒入数个粮桶中 直到液体全部倒完如附图所示 则杯内的珍珠体积约为多少立方公分 那我们看到呢我们这杯珍珠奶茶呢 是500cc也就是500立方公分 那么这个呢是100立方公分总共装了三杯 所以有300立方公分 这里还剩下一个60 所以就60立方公分 所以我们呢饮料水的部分呢 有360立方公分 那么剩下的珍珠呢就是500减掉360 也就是140立方公分 所以珍珠有140立方公分 第38题问我们说 则杯内的珍珠体积约为多少立方公分 我们答案选的是a 140立方公分 则杯内的珍珠体积约为何 我们的珍珠体积约为何